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会支持香港 而且有些台湾人也有这样说 因为他反共所以他支持台湾 究竟反共是否就等于支持香港支持台湾呢 香港我就不太敢说 因为我看不到特朗普对香港有什么政策 香港究竟会不会是今次总统选举的一个讨论的话题 又是政綱的部分 看不到 不过台湾问题就很清楚 特朗普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到台湾问题 对于台湾人来说 算不算是一盆冷水照头淋呢 稍后回来和大家分析 各位 今时今日你还可以自由地上网 但是现在有 不代表永远都有 虚拟私人网络VPN 是今天上网的必备工具来的 介绍我用开的NordVPN 它可以保护你的私隐隐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个国家 总共有5400个service 自伏器 没有人可以追踪到你在哪里上网 也不会影响你上网的速度 一个户口 全家大小可以6个设备一起使用 用底下这个网址 关键词是 SAM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订购两年 最便宜是港币32元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免费 30天内不满意的 可以全数退款 和你推荐 挺好用的 在特朗普的台湾政策之前 就讲一下他的竞选拍档 副总统的参选人 曼斯J.D.Avance 他就在共和党的大会里面 特朗普就介绍他出来 可人也 我见到很不少的YouTuber KOL都有介绍 他出生的寒微 奋斗 有一个很痛苦的故事 其实呢 他出了一本唱销书 真的是唱销书 《绝望者之歌》 一个美国白人家族的悲劇与重生 其实就是在一些比较穷的地方 说他自己的悲惨的遭遇 然后就是向上爬 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故事 这个唱销书也拍成电影 好像现在在Netflix 有得看 他一个高人阶级出身的家庭 不过呢 他的重政的时间 不是很长 做参议员 都好像年龄两年 他为何被特朗普看中他呢 有很多分析 我不在此重复 不过呢 很少人呢 是会说 他过往对特朗普的批评 不是很长时间的 现在就是2024年 2016年的时候 即是不够十年 即是特朗普 选举的时候 宣传他的书 曼斯 他就说呢 我受不了 无法忍受特朗普 因为我认为 他是一个切头切尾的骗子 正是剥削一些人 这样 他赞了那些呢 就是说特朗普呢 犯下连环性侵的 这个Twitter 那些Twitter 他说他是 是美国最令人厌恶 最邪恶 最愚蠢的名人之一 这样 他严厉批评特朗普 在2017年的一个 就是 这个白人 致命的白人民族主义集会里面的反应 严厉批评 不单止 他也曾经说是 never trumper 他说绝对不会支持特朗普 他是一个白痴很缺德 他是美国的希特拉 但是呢 他后来就向外说 他说 他是美国希特拉 这个说法呢 我现在不适用于 我对他的评价已经不适用了 他说 他后来这么说 他在选举之后 他说他投了票给特朗普 他后来接受Fox News访命的时候 我确实说过那些批评的说话 我对此感到遗憾 我亦都后悔对这个人的看法是错的 是全面180度是认错 看错了他 一个人看错东西不奇怪 不过去到 由 这一边 反到完全是一边 他争护厌护这个人 去到 说他是希特拉 但是现在 他的政策 是全面地 是接受了特朗普 所有的看法 包括 就是 枪械管制 墮胎 这个同性恋 等等 或者是同性婚姻 LGBTQ 全部和特朗普一模一样 但是他当年批评特朗普 也是白痴 缺德 又是种族主义 不对 那 我不知道怎么评价 大家可以评价 这个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就是 人可以变的 人可以变得很重要 是不是 就是你恨那样东西 你偏偏会做那样东西 一点都不奇怪 不如说一下 就是 为什么会提出台湾政策 和这个副总统有关呢 因为他 被特朗普看中了做他的竞选拍档之后 他接受了不少的媒体访问 其中一个就是说到台湾的政策 我看到不少的台湾和香港的一些KOL都要引述 他尤其是看台湾问题 究竟特朗普当政之后 那台湾会不会受到美国保护呢 那 Wenz 曼斯曾经说过一番说话 他说他要停止 马上停止 这个沃南战争 不再去做任何的支援 军事等等 不再付钱的了 把钱拿出来 集中对付中国 这个是曼斯的说法 这位副总统的三孙人的说法 那在台湾就 鼓掌 欢呼 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强硬派 反共 反共而支持台湾 那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他说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为什么要结束沃南战争呢 他说觉得这场战争在欧洲打 不关美国事 欧洲人自己应付自己的欧洲战争 不关我们事 我们不再出钱了 你自己搞定 我们要钱来对付中国 因为中国才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这个是还有一段时间讲的 不过今天可能讲不完 然后这位参数人说 美国最需要的是防止中国侵略台湾 美国最需要的是防止中国侵略台湾 我看到网上的媒体很大蝙蝠地去转载 曼斯的这个访问的内容 例如我现在看过这个是一份报纸 上报 他就这么说的 他说根据罗约时报的报道 这个曼斯是最反对援助乌克兰的代表之一 主张就是俄乌谈判的 通过直接而言识的看法 他说并不好在乎乌克兰发生的事 然后他就反对援助乌克兰 很重要的就是需要将这些钱拿出来 要将战立重心转向 由欧洲转向亚洲 他在《纽约时报》的那个写的内容 是他自己写的 他说如果中国侵略台湾 台湾部署外国者飞弹是重要的防御利器 但是为了援助乌克兰 台湾9亿美元的外国者飞弹和其他军事项目 就推辞 美国就算能够 产能全开 外国者飞弹的产能 也无法满足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需求 OK 结论很简单 停止乌克兰战争 将乌克兰的问题交给欧洲 然后将钱拿出来 去对付中国 军事援助台湾 这个理念是非常清楚的 台湾就 非常之欢欣着弱 我看到不单止KOL 有些民进党人都觉得 都不错 特朗普做总统 一样是保卫台湾 谁知道 转过头 有很大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彭博商业周刊 Bloomberg Business Week 就出了 特朗普 接受他们的访问 搞到台湾 即是由高峰 由高潮 跌回来 由高峰跌回来 深渊 说什么呢 其实这番说话 特朗普不是第一次说 我也记得 他访问 彭博商业周刊 他说第一 他对台湾有政策 台湾我很了解那里的人民 我非常尊重他们 不过他们确实 抢走了我们 100%的 芯片 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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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业务 我认为 台湾应该为防卫 向我们付费 要给保护费 接着 特朗普就 打出一个很伤人的语气 伤人就是说 business man 的语气 他说你知道吧 我们就和 我们美国和保险公司 没有什么不同的 台湾什么都没有给我们 都没有给我们 是吧 那是不是要给 保护费我们 是不是要给 军费我们 向我们 保护台湾 要给钱 我们才可以帮你呢 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答案 就是 在这个问题 讲了之后 答的就是说 你会保卫台湾 抵御中国的攻击吗 OK 他是这样说 其实我记得 他说这番话 就是以前都说过一次 我都回应过 在这里评论过 如果他有 看这本书 这本书真的很好看 叫做Trip Wall 中文有中文译本 有晶片战争 晶片战争 那就是 这个Chris Miller 寫的 是一个 对于这个 晶片的历史 和晶片在今天的用途 更重要 当然 对全世界的战略 的分析 无论是美国 一开始是美国做的 然后就开始被 这个 韩国 日本 台湾 慢慢抢到业务 然后中国在那里挖起 之后 如何威胁全世界 写得很清楚 里面提到 为什么美国的晶片业会没落 会输给 韩国 会输给日本 会输给台湾 实际上是美国的 资本主社会出现的困局 亦是他们有些自金堕落 因为有些公司 就不自己制造晶片 就自己只是研发 他们觉得这件事是最好的 那现在台积电 就是代工 你几复杂的东西 我们有技术帮你搞定它 那大家是一个全世界的分工 来的嘛 蒙普利芬说 就令到台积电一开始的时候 就应声下跌 跌了百分之二 那台湾的股市 其实跌了零点几个百分之二 跌了百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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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 台湾的行政院长 卓榮泰 就反映就是这样 台美之间 虽然没有建立正式关系 但是关系良好 施力加强自身的防御 那他对记者说 台湾稳步加强国防御 算向国际社会展示其责任感 我们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们正正保卫自己 并确保我们的安全 那外交部就说 对美国总统候选人 的言论不予置评 其实他整个访问 不止一次说 台湾抢走他们的晶片生意 我意思是我们很笨才行 他抢走我们的晶片生意 他们超级富有 我不认为 我们和保单有什么不同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特朗普也这么说 他说 保卫地球另一端的小岛是有实际困难 台湾距离我们有9500英里 中国距离中国只有68英里 特朗普也这么说 所以 所以 究竟 我听完两个 一个总统 一个副总统的参战人 说这些说话之后 究竟 美国将来对台湾的政策 是好似曼斯那样 是会 停了巫战 然后把钱 腾出来 去对付中国 要保卫台湾 要军事援助台湾 军事捍卫台湾 还是好像特朗普那样说 交保护费 不交保护费就不用做了 可能有些支持特朗普的人 他就说 没有矛盾的 对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的 正如Laddle那样 你要 就是 美国做大佬 要支持你 部署这么多的军队 这个 尖叫军事装备 在你国家那里 你不用付钱吗 你还没符合 GDP 5% 这个军费的标准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们 美国佬出钱了 大佬 台湾也是 没可能你吃饭饭餐 我保卫你 这样 付钱 我觉得 这种为特朗普辩护的说法 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纯粹是伤人的角度 现买现卖 我做大佬 我有什么好处 大佬 我要出那么多人 出那么多钱 出那么多武器 去帮你 我有什么好处 这就是 很商人纯粹 看眼前的利益 的考虑 他不看得到 长远的战略利益 是什么 例如 即使是污战 如果俄罗斯 所谓在现存的基础下 叫做 沃南投赫 佔了他的土地 在欧洲来说 俄罗斯就很兇 大家都会害怕他 因为美国说 我会就手旁观 因为赤裸 拿去侵略别人的国家 你也就手旁观 我不打了 他做多一个 就做第二个 做第三个 做第四个 这个 其实二战的时候 已经有了 大家都知道 如果熟读历史 不过有很多香港人 或者是台湾人 都不会看这些历史 历史就是说孤立主义 现在无论特朗普 无论这个曼斯 在西方世界来说 都很清楚 他们是孤立主义 什么叫孤立主义 不关我事 我为什么要介入 二战就是 如果日本不自量力 去打 去偷襲珍珠港 美国未必会介入 二战可能会有时间 有时间 整个欧洲 包括英国 被纳粹德国佔领 会生灵涂炭 那就是日本 真是傻傻地 去打人 于是 美国介入 于是 都是帮助欧洲 美国 在 赢了 这场战争 之后 这个二战赢了之后 他那个 这个 经济援助 整个欧洲 将欧洲 纳入他的 势力范围 我现在说的是西欧 东欧就是在 苏联的势力范围里面 令到 美国的盟友 可以壮大 成为世界的霸主 这个就是 二战之后的 美国的 外交的政策 不再孤立主义 这个很清楚 但是今天 再回到孤立主义 那如果 看台湾 就是说 为什么要捍卫台湾 很多人都说过 台湾的晶片製造业 是全世界供应的量 和 质 和 价格是最高的 如果台湾 被 就是 中共武统的时候 之后 哇 中国大陆厲害了 就是 就是 晶片厂也拿了你 这个版图也拿了你 对吧 所以 保卫台湾 不是 现买现买 不是 保险公司 你给钱我 我就可以 出钱 出人出力 出武器去帮你 你不给钱我都对不起 我就停 不是这样 整个战略考虑 第一倒链等等 我不知道 对于特朗普来说 就是 这个大的战略 他怎么理解 还是很多人可能会为他辩护 他说的 他说一下 不是的 美国有这么多人帮他 是不是 万事都说要捍卫台湾 但是 问题就是 究竟总统说了算 还是副总统说了算 这个问题 你问我 我真的不懂 这个问题 不过有一件事很重要 如果你看回 就是 我说要看 我做节目 看回欧洲的舆论 有很多不同的报纸 英国的媒体 引述很多欧洲的政治人物 他说 他们是很害怕的 不过没有办法 因为特朗普上台的机会极大 他做好做心理准备 在整个欧洲 整个欧洲的 如果特朗普上台 这个孤立主义再来 因为欧洲的 这个 烏克兰战争 是要被迫 是要投降 要俄罗斯 要 在佔领了 烏克兰的土地的现状 底下 跟他谈判 俄罗斯会在欧洲 越来越大 越来越恶 没有了美国的帮助 恶得更加重要 可能 不只是乌兰 可能 其他国家 波罗的海三小国 都有机会 被蠶食 禽吞的对象 可能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 这要关我差事 你英国才害怕 我们在香港 怕你什么 但是 我看到在西方的论论来说 其中西方政治人物 担心的地方 就是用了这个字 特朗普叫做unpredictable 我们用香港人的话 我鼓励不了 很多人说鼓励不了 就行了 鼓励不了 就是出奇制性 鼓励不了 就会出奇的 是不是制性 就不知道 因为鼓励不了 他可能什么都不打 欧洲的政策 欧洲的政治人物 是猜不到 特朗普接下来 会怎么做的 unpredictable 不过是向悲观那边想 台湾呢 可能都是unpredictable 究竟他说这个保险理论 保护费理论 究竟对于台湾来说 是禍 是福 还是空呢 真是不知道 因为他真是unpredictable 他说的是什么 什么叫保护费呢 武器是买的 不是不用钱的 是还要被中共罵到狗 是要买的 就是所谓 撥出这个军事的 这个兽武 对台兽武是兽的 可能是加价 是吧 是吧 那台湾人 你就自己自求多福 在这个问题上 香港人又怎样呢 香港人呢 我建议大家 看回2019年的时候 就是 特朗普就在位 对于香港的情况 如果大家不羡慌的话 上网Google一下 特朗普说了什么 特朗普的死敌 这个佩洛西 当时是众议院的议长 他说过什么 对香港 中共对于特朗普 对于佩洛西 的回应又是怎样 很值得大家去参考一下 暂时我看不到今天 他竞选的时候 香港政策 但是当年的香港政策 是怎样呢 其实是 看到个端矮的 大家可以看完之后 就给个回应给我 究竟 究竟特朗普 是否 是会保护台湾的呢 如果 台湾 被中国大陆 武統的时候 是否真的会呢 我的判断 我的判断 是冬过水的 聊到这里 又支持我的patreon 和心智有话的频道 多谢你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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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键炼 настро热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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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